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这一代的领主 1200年的时候以后 只修正1300多年的又一次 然后1500多年 然后到了890年代是谁 就是斐特列大帝了 唯一是德皇帝斐特列大帝 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把这个地方重建 那这重建呢 它建出来的这个宝啊 不像是这么说话 我们很多人去过德国南部 新天堡宝宝 很多人都因为德国的 我们讲比较最近代的城堡 因为它也19世纪末年建了 这近代的城堡 然后这个应该比较梦幻的 应该像新天堡宝 但是呢这个 修卫林建的方式啊 就不像新天堡宝 同一个时期 但它建筑的风格比较类似 来 大家有没有去过洛亚河 法国中部洛亚河 有一个湘波堡 有没有去过 湘波堡很有名哦 为什么湘波堡是谁设计的 湘波堡里面啊 除了这个富安西医师 国防设计 最主要城堡的外形以外 城堡内部很多地方是 达文西设计 文艺附近的万能之人 达文西啊 因为这个 达文西啊 后来是死在法国 所以他帮啊 富安西医师啊 做了城堡的一些设计 所以呢 修卫林啊 在斐特利医师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哇 这个东西啊 呃 他要建这个地方 然后他想了很久啊 大概就是 后来采用了类似 像这个 就是湘波堡 那个方式来建 湘波堡 湘波堡有个特色啦 就是你远远的看到 他这个城堡的顶端 你会觉得这样 好多好多的塔楼 但实际上 这些塔楼 都是在同一座城堡的顶端 那所以修卫林啊 也有一点类似这样 但是他没有像 湘波堡啊 号称有白塔 但是没有到那么多 但是远远的看起来 你也会觉得有点那个 很多的这个塔啊 什么在上面 所以他比较类似像湘波堡 但是里 里温的部分啊 没有像湘波堡那么空洞 因为他里边啊 因为到底是19世纪 然后有一些浪漫 我们讲巴洛克之后 有一些浪漫因素存在 所以他们把这个 浪漫时代的一些想法 也夹注到城堡里面去 所以这个城堡里边啊 算是还蛮漂亮的 我们等下大家到那边 看了就会明白了 因为他沿着湖边 一圈啊 那个道路 现在修得蛮好的 所以司机在边走的时候啊 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湖区 天气好的时候来 这样的天气啊 也不错 这个湖边呢 冬天真的最冷的时候 12月1月啊 它还会结冰 所以有 也会看过那种结冰的照片 那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碰过湖面结冰的时候来了 总之啊 这个城堡 算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修威林城堡 等一下 来看看修威林 修威林 修威林 德文叫修威林 还蛮漂亮的一座城堡 但城堡上真的非常壮观 因为它跟新天堡是完全不一样 新天堡有点 就像路德文西的个性吧 因为在放在半山腰上 然后高高的在这个半山腰上 然后可以看到底下 是路德文西的命运就不好嘛 也不能说命运不好 当国王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好不好 当国王唯一的坏事就是 每天有做过完的这个国事要去那个 但是路德文西太浪漫了 喜欢华格纳的音乐剧 歌剧 然后天天想的都是什么 圣乔治土隆 然后这个佩斯坦伊丝 所有的像这样子 比较浪漫的事情 路德文西 但是呢 这个飞和列都不一样 就是比较现实化一点 就是比较觉得虽然有点浪漫色彩 但是呢 它把这个城堡建在一个大家都能够触及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跟信念堡的这种算是两个皇帝 之间的命运什么也不一样 因为路德文西比较惨一点 路德文西最后面是被 好像就是被首相吧 把他带离开了这个城堡 我后来判定说他是精神病 之后呢 隔了大概不到两个礼拜 他就被发现在湖里面了 湖里面就死掉了 路德文西 那飞和列 没有啊 这个南北两边 以当时的德国来讲 还是算在动荡 还没有真正完全统一的状态 南北两边 这个从城堡各方面的那个都不一样 今天啊 看看这个 有人说是北方的天鹅堡 但是我觉得他的建筑模式 比较像法国的湖北堡 角度来看这个 看这个城堡 然后比较一下 南北德国 北德来讲 很多人认为最漂亮的城堡 应该是这个 因为他跟瓦特堡不一样 瓦特堡是历史性 那这个地方还是他的城堡建筑 那个比较漂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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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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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